这次,我们接着来学习极限,无理函数,日文是Munikans。 首先我们来看规则,无理函数的极限,无理函数的极限为运用无理函数fxLimit x去于a fx它所表达的值。 接下来我们看无理函数极限的性质。 无理函数的极限Limit x去于a fx为函数fx在x等于a处有定义时,则Limit x去于a fx它就等于fa。 我们来看一道例题。 求Limit x去于1,根号下x平方加x的值。 我们来计算。 Limit x去于1,可以看到这个函数在x等于1时它是有定义的,所以直接将1带入进行计算。 等于根号下1的平方加1,等于根号2。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练习。 按下暂停键做一下练习,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。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。 第一题,Limit x去于0,根号下2x加3,可以看到它在0处是有定义的,所以直接带入就等于根号3。 第二题,x去于-1,根号下-3x加5,可以看到函数在-1处也是有定义的,所以直接将-1带入,等于根号8划减2的根号2。 两道题都做对了吗?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次所学。 首先看无理函数的极限,就是运用无理函数fx,Limit x去于a,fx所表达的值。 接下来我们看无理函数极限的性质。 无理函数的极限Limit x去于a,fx,为函数fx在x等于a处有定义时,则Limit x去于a,fx就等于fa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,求Limit x去于1,根号下x平方加x的值。 我们来看它的计算方法。 由于在1处函数是有定义的,所以我们根据性质可以直接将1带入,来计算这个极限的值。 所以Limit x去于1,根号下x平方加x,就等于根号下1的平方加1,等于根号2。 这次学习到此结束。